创意比赛尽在云通 也是微博在节目录影的最后一集 其实蛮感谢感恩的 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 受到大家的一个爱护 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很喜欢看微博的一个股市节目的一个节目 我们对于台北股市 不管是期货或大盘的部分的话 我们都用客观的方式 以博乐指标解盘给各位看 可能各位从明年开始 会看不到微博的一个节目了 不过没有关系 未来我们的一个解盘方式 会在FB的脸书上面 也就是微博的一个博乐指标操盘式的社团里面 不定期的为各位来讲解台北股市 我们一样会以博乐指标 针对于大盘 针对指数 针对各股部分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其实时间真的非常非常快 一下子到我们的节目已经是最后一集了 在这边微博要先预祝所有投资朋友 新年快乐 2017年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不晓得各位在过去的操作 不管操作的顺利以及不顺利 年底了嘛 每年到年底的时候 把过去一些不开心的操作 各方面把它抛开 人要向前面看 对不对 只要你有操作有依据 只要你的方法是正确的 我跟各位讲 希望永远存在 台北股市很闷 成交量很低 但是今天的封关 大盘至少拉出了100点的涨势 这很明显 从今天的台北股市 第一个叫做年底作帐的行情 今年是最后一天嘛 最后一个交易日嘛 对不对 我请问各位 投信外资自营商 作帐部分会怎么做 他们只能做多 当然把指数拉上去 所以今天的指数 很明显用大涨的部分 来做一个作收 但是明年的行情怎么判断 各位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各位一定要操作有依据 其实微博长期在节目里面 我们用博乐指标 跟各位做解盘 主要方式就是希望各位 无论你在判断 行情的上涨跟下跌 你要在依据的状况下去 做动作 至少可以把你的风险 降到最低啦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其实微博回想一下 这么多年 微博在节目上面 我们做股市博乐节目 然后带会员的一个操作 我其实酸甜苦辣都有 我还记得 以前微博也操作不好的时候 对不对 有的客户 我们的会员 他甚至会打电话进来 会骂我们啊 操作怎么这么不好 或怎么样 我其实 我觉得虚心接受 这些酸甜苦辣 其实在今天微博 跟各位 录这个最后一集节目的时候 其实是涌上心头的 我不晓得各位 你可不可以感觉出来 我们很希望 带好会员的过程当中 还是会有面临一些 所谓的一个挫折 很多客户支持我们 很多客户跟微博讲 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操作不算力的时候 微博也曾经掉过眼泪啊 我也其实很难过 在家里的时候 觉得说 哪边的操作 是不是要修正一下 这几年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修正 功力逐渐的增加 功力逐渐增加 博乐指标的一个修正 博乐指标的改版 不断的一个进步 不断的进步 一直到目前这样的一个架构 当然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啊 很多的会员朋友 赚到了钱 不管是传真感谢 来信感谢 电话感谢 其实我只是觉得 应该做到我们应该的事情 其实以今年的台北股市 其实并不好操作 各位 今年台北股市 其实都一直是在 九千点这边做震荡 对不对 整个行情都那边上架做震荡 没有明显的真正这种大多头 也没有明显的空头走势啊 所以 这种行情的一个延续 会不会到明年 我认为很重要啊 我这样请问各位好了啦 今天台北股市涨一百点 对不对 又回到了九千两百五十三点了 那这个盘市 是不是又要开始涨了 还是说它只是一天 年底的作涨行情而已 各位你觉得是属哪一种 因为我们这一集 是最后一集的节目了嘛 对不对 下个礼拜开始 开红盘之后 微博没有办法在电视 跟各位做节盘 所以我把今天 这个行情的 很重要很重要的 多空关键的转折点 我来跟各位做报告 也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看到今天的节目 你要特别注意 一个这个点位就好了 台北股市今天 大涨一百点 对不对 是不是会继续往上攻 这是今天 十二月三十日 早上九点 十点零九分的时候 微博发给 全体会员解盘 我跟会员报告 台北股市今天出现的 叫做多空关键价位 这个很重要哦 什么叫多空关键价位 每一次多空关键价位 都叫做转折 如果说 多空关键价位 站上了 来各位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收盘 今天收盘收多少 九二五三 对不对 好 接下来重点你注意一下 下个礼拜的行情 会不会再转弱 你就要注意这个点位了 也就是说 如果未来台北股市 要走多头 九二三八 这个多空关键价位 它就必须站上 好 我们拉近一点 这边 我要确定跟各位讲一下 九二三八 它是不能跌破 所以如果你有操作的一个 那个包括指数也好 或者是你对大盘的一个上涨下跌 很关心的投资朋友 你把这个关键价位记下来 九二三八 各位你下个礼拜 你就注意九二三八 如果九二三八 下个礼拜都可以站上去 我跟各位讲 这个行情还会往上走 但是 如果九二三八跌破了 我跟各位讲 你要千万小心 我微博最后一集节目 只能这样子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我还是强调 所有的操作都要有一个依据 当然有依据的过程当中 你才可以清楚明白 你才知道说 这个行情要做什么判断 所以 今天微博整理了 很多很多 过去微博曾经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 说过的一些字卡 我觉得我今天跟各位讲 行情要涨要跌 对未来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把今天的多空关键价位给各位 就是希望各位知道这个多空关键价位的重要点 微博要提醒各位同事朋友 未来微博没有在电视上跟各位做解盘的时候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两个字 没有人跟你说不代表它不存在 我知道各位 你不只是看微博的投顾节目 你可能从早到晚 你打开电视机 听收音机也好 打开电视机 上网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分析师在电视上面跟各位做解盘 在媒体上 在报纸上 在包括收音机广播 网路上跟各位做解盘 对不对 那每一个分析师他所要讲的都是 为了要收会员 那这部分的话为了要收会员 他一定要把它最好的一面 他很厉害 股票很会赚 甚至有的分析师会跟各位讲说 股票很好赚哦 期货很好做哦 你要赶快来做哦 不做来不及了哦 但是微博要 最后一次跟各位做提醒 我们本着良心来跟各位讲话 我说 所有的操作都还是要注意到风险 没有人敢跟各位保证没有风险 没有人敢跟各位保证绝对获利 所有的风险跟获利 都是由各位自己本身去承受的 当你相信了 你就要去承受这个风险跟获利 所以当各位未来在操作的时候 我希望各位都把你的赚钱赔钱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不要掌握在别人手上 微博把博乐指标 推荐给各位的主要目的 也是希望 各位在运用博乐指标的时候 而不是听信别人 而是你会有一个明确的依据进出 所以这部分我也必须要做一下说明 明年开始微博没有在电视节目上面做 跟各位做解盘的工作 但是我们因为会员有蛮多的 而且有很多博乐指标会员 我们还是要带领 微博在明年之后会更用心在会员部分的带领 还有另外一个 博乐指标的教学 我们博乐指标教学的部分的话 是针对于博乐指标的一个运用 我们会提供包括网路 说明书 以及电话 就是专线直接一对一打电话进来 会员朋友不用担心 明年你可能看不到微博的节目 你只要在操作上有任何问题 不管是操作问题 持股问题 个股 期货 大盘 总之你的投资的任何问题 你在盘中也好 你在盘后也好 你直接拨电话进来操盘室 打电话进来 我们会针对你的疑问 针对博乐指标操作 针对教学 把各位教到好 我希望各位在面对明年的行情 可以有更充足的一个把握 因为明年的变数会更大 今年的行情变数已经很大了 遇到了脱欧 美国总统大选 对不对 很多的杂七杂八的因素夹杂了 劳乱各位的一个判断 明年会更多 为什么 一月份川普要就职了嘛 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在操作上的话 要有一个依据 也可以把握一下 这边微博特别跟各位讲一下 这一次因为微博配合公司 成通投股13周年的一个周年庆 所以公司的一个方案 推出一个周年庆的方案 这个方案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今天 如果你对博乐指标有兴趣 或者是你想跟上微博的动作 你想做期货或做股票的动作 我们明天会 明年开始会专心带你做期货 跟那个个股嘛 对不对 那或者是你想自己做 你想用博乐指标 请把握今天最后一次的 一个专案跟优惠 因为明年开始微博 没有在媒体上 没有在电视上 跟各位做解盘的 所以也不会有任何的方案 这个方案今天是最后一天 这个绝对是最后一天 为什么 因为假设比如说 微博下个月还有上节目的话 我们可能还会有新的方案 对不对 很多老师都会有新专案 你如果长期看节目 你就知道了嘛 但是这个方案 这一次是最后一天 真的是最后一天 所以今天 您打电话进来的同事朋友 微博有交代公司的助理了 这个给各位 史上 史上 也就是说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个方案 这一点请各位 如果有意愿 拨个电话询问一下 等一下微博会跟各位讲 很多心里面的因素 因为这个行情 今天面临一个转折点 今天的多空价位 对不对 那个多空价位的关键价位 有没有记住 有 下个礼拜很重要 那下半个阶段 微博会跟各位讲一些 我认为在市场上 非常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长期以来 微博制作的一些字卡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野步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成都赌部 十三周年庆 隆重登场 感谢长期支持 与爱护 全面破盘价 大回馈 最后一天 餐厅中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成都赌部 十三周年庆 隆重登场 感谢长期支持 与爱护 全面破盘价 大回馈 最后一天 菜市场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终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微博这几年的一个节目的制作 其实有很多的想法 有很多的操作的观念 理念 这部分我们都把它制作成字卡 那其实一直以来 微博要配合这个盘式的上涨跟下跌 要说明给各位听 我都会把博人指标给各位看 所以过去的节目 我们着重在于大盘的解盘 旗子的解盘 个股的一个解盘 这部分的话 很少跟各位讲一些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些 在股市里面操作 心里面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利用最后这些时间 跟各位来做一下说明 各位可以想一下 你过去的操作 因为今年年底了嘛 对不对 每次到年底的时候 我认为都是重新整理 过去 检讨过去 然后过去的一个 不管是优点缺点 缺点做个修正 把优点做个沿用 然后修正自己 然后迈向更好的一个未来嘛 所以我把这些字卡整理出来 之前给各位看过的 操作要有依据 对不对 大赚小赚 大赔小赔 这个是常常微博跟各位讲的 其实有很多老师会跟各位讲 因为股票市场上就这四个结果而已 微博一直要各位有依据的主要原因 就是 所有的操作 这四个结果里面 你只要把大赔拿掉 你的投资结果只会剩下这三个 小赔很难免 为什么 停损是绝对会遇到的啦 然后可能说操作一定每一次都对 所有操作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做错的时候 跟各位保证 但是你一个错要小错啊 错一点点 赚呢 赚很多 各位 这种大赔不要发生 我请问各位 你长期下来会不会是赢家 会啊 因为小赚小赔 小赚小赔就底掉啦 但是如果让你大赚呢 你大赔既然不会发生的话 你就会有机会大赚嘛 用微博的一个方式 基本面 配合技术面 配合博论指标 就有机会大赚啊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要特别提醒各位 如果有人跟各位讲说 做股票稳赚的 我跟各位讲 那真的是 真的是 不要去相信啊 好 那输价缺点就是永远不懂的 什么时候缩手 什么时候全力以赴 这跟依据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 如果没有依据的话 你一样做不到这一点啊 常常应该要缩手 不晓得要缩手 拼命的买 各位你觉得你会赚钱吗 所以 我常常跟各位讲 为什么操作要有依据的原因在这边 所有的恐惧都是来自于无资啊 各位你想看是不是这样子 跌下去了 好害怕好害怕 卖掉了 哇开始涨 涨上去了 好像 要跌了呢 赶快把它卖掉 又再涨 或者是放空的人 一样 我想讲的都是 因为你不清楚 你不晓得 当你没有依据的时候 你会产生一个状况 恐惧 当你恐惧会怎么样 追高杀低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好好去想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必须知道 为什么股票涨 股票跌 这我之前都跟各位讲过了 一栏股票为什么会涨 伯日指标向上 基本面好转 一栏股票为什么会跌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部分的话 给各位看 好 那这个叫做伯日指标 我们当初设计的 伯日指标是由动能线 跟趋势线所组合 好 那这个是经过五年 就是在伯日指标 开始研发那一段时间 五年比对很多张的一个K线 跟很多的一个技术指标里面 研究而成的 另外还要搭配技术分析 再搭配基本面 这个之前我常常都说的 不论怎么样运用 简单稳定功能强大 好我想功能这一段时间 微博讲了非常非常多了 其实各位你只要上网去 不管到YouTube 或者是去搜寻微博的节目 你只要打上日期 过去这一段时间 应该讲过去这好几年 其实你都找到 因为微博的节目 早在好几年前就放了 放上来了 不管我们讲对 不管我们讲错 我都是认真的跟各位做解盘 我觉得应该要做到这样子 所以你想知道 博日指标很多功能性 其实可以去上网去Google 或者是上网去看一下 过去的一个影片 记录的影片 在博日指标高低档之分 这个之前有讲过对不对 来到高档要小心 反过来讲 来到低档是不是机会 好来 我们看下一张 这就是套牢股票怎么办 因为今年很多股票 是不是跌很深 当今年很多股票跌很深的时候 很多人想说 跌了就把它卖掉 但是常会发生追高杀低 我举个例给各位看好了 比如说这家6271同心店 好各位 同心店前一波从130跌下来 跌到哪里 跌得很惨 跌到87块 11月15号 但是最近它又从11月15号 一路涨涨涨涨到 涨回110了 然后请问各位 如果你有套牢股票怎么办 如果你套牢股票 是基本面好的 不要杀了 如果你套牢股票 是在低档的 不要杀了 比如说我们以同心店来说好了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同心店 这是同心店的博热指标 我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这样会比较清楚 来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低点是在哪里 11月15号对不对 好 从130跌到来跌到破90块 一路下跌的原因是因为 博热指标向下对不对 然后请问各位 这是不是低档 那我请问各位 当股票来到低档的时候 你把它杀出去 一旦从低档博热指标向上了 它不就开始往上涨 啊怎么办 结果你杀在低档 这类似股票非常非常多哦 这1560中砂 好 你看中砂最近是不是 涨很多还创新高 前一段一样 杀下来都用长黑K杀下来 但是你仔细给他看 我用博热指标给你看好了 来各位 杀下来是不是长黑K 来请问各位 这个地方 从博热指标看 是不是都已经进入低档区了 进入低档区你才把股票杀掉 这样对吗 应该是在高档卖股票 低档不要杀财对吧 好这个就是 一直跟各位讲的 我们博热指标 在教学的一个内容里面 我们就有说了 什么叫高档 什么叫低档 博热指标要有高低档之分 80到90以上叫高档 20到10以下叫低档 对不对 如果来到低档呢 来到低档 你把股票杀出去 哇 那不就糟糕了 很多套老的股票 它可能有反弹的可能性啊 那你既然它有反弹可能性 你为什么要杀 各位可以懂我意思吗 那很多人就是不知道啊 我刚才给各位看过这张字卡了嘛 我说所有的恐惧 不就是来自于无资吗 无资就是因为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才会杀在低档区啊 如果你知道说 原来这个地方是低档 你把它杀出去 它又开始涨 那怎么办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股票 都开始出现反弹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说 股票的操作它会有高档 高档要小心 低档呢 低档就不要杀了嘛 各位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好 再来 我们时间不够了 股市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顺从趋势 第二件事情叫应变凡事 各位这应变重不重要 你总不能行情看多 你就一路看多吧 比如说 今天行情上涨100点 我就看非常好 行情涨 今天涨100点 我又看1万点了 你认为这样对吗 行情比如说昨天跌 你就看非常差 各位也不需要这样 股票市场本来就是循环的啊 除非你去买到基本面衰退的股票 那它可能会一直破底 甚至下市 比如说今年的热升 新航 这一些最近的葡萄王 都可能都是因为 一些成性出的问题 股价下跌对不对 但是指数 加权指数它是循环的啊 它不就是循环的吗 涨完会跌 跌完会涨 涨完会跌啊 这个涨跌 各位不就是要去应变吗 怎么应变 如果这个行情 博日指标如果再向上了 当然有机会涨啊 但是如果博日指标再向下呢 就会跌 不就是要有一个依据吗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 我们时间不够了啦 只有控制好风险 才有资格谈获利 来这里很重要 股票会不会涨 跟基本面有绝对绝对关系 微博未来在FB里面 我们会陆陆续续 把一些基本面好的股票 跟基本面不好的股票 我会在上面跟各位做提醒 我们会把它写文章 我会分析内容在上面 有兴趣的可以上去看 因为一栏股票会不会长期走多头 我跟各位讲 跟基本面绝对有关系 这个基本面跟各位判断方式不一样 我再次强调 是营运的成长率 可以从博日指标看出来了 另外 就算一个坏掉时钟 每一天都会有对两次 所以问题不是在于过去 做对有什么了不起 而是为什么做对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的方法了 我们所有操作都要有方法 你绝对不要看到别人 好像很会赚 你要看他的方式方法 合不合逻辑 对不对 这个是微博提醒各位的 因为微博未来节目 已经没有办法再提醒各位了 贪跟贫 这只差一痕而已 所以不要贪心 靠山三岛 靠人老 靠自己最好 我希望各位都可以靠自己 你如果用博日指标就是靠自己 对不对 做多赚得快 做多赚得多 做风赚得快 股票涨铁一定有其他模式 如何反败为胜 不要用赌的 停损跟停利 人生只有输赢而已 没有输赢了 各位 我们的时间有限 微博没有办法 该跟各位多做详细了 那再跟各位报告 最后一次 我们这个专案今天结案 今天就把它结案掉了 沉通头顾13周年破盘大感恩 最后 微博再次感谢 感谢再感谢 我们后会有期 本公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面破盘价 全面破盘价大回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自发推荐 02-2752-2752-5868-2752-5868 成功总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功总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过力 不往不利 成功豆腐 值得托付 0-2752-5868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巷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城 叫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感染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 清除自身员 盆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落沟屋顶排水槽 美洲轻饮 不阻塞 猜